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参赞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参赞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一体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 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让我们在节目当中 能够讨论更多的公共议题 当然也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的节目是一个新的单元 这个新的单元 其实也是一个旧单元 因为我们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 过去只有一个专栏 叫做教室外的公民课 而教室外的公民课 是有一群公民老师 还有历史老师 我们共同撰写 那不过因为 其实大家也比较忙碌 然后我们也没有能力 再给大家搞费 其实一开始也就没有给 所以我们这个专栏 就大概就有点停滞 如果教室外的公民课 我们要在参赖时光会课 是来再一次的复活 所以我们大概每两个月左右 会跟高中公民与社会学科中心 来一起合作 来邀请公民老师来谈一下 我们现在的公民教育 以及一些社会上面的议题 今天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是台东女中的公民与社会科的老师 周卫彤 周老师你好 你好 王老师你好 谢谢周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跟周老师其实也认识 哇应该有五六年了 是 对就是你 不只啊 就是你从你最津津乐道的 师高中公民课的为 差不多是 应该是2014年嘛 对不对 对2014年 所以其实周老师一直以来 都在公民与社会这个领域 非常的用心用力 然后其实也参与了一些 社会改革的行动 那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议题 其实是跟我们的公民 或是跟高中的教育跟生活 是有一些关系 因为前一阵子 这个松山高中出了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就是 同学为依照这个填写这个外食单 然后被处罚 那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 这个议题开始来谈 整个台湾高中生的一些公民 跟特别是人权的教育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请周老师 先来告诉我们 松山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的 管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晚安 应该是因为是餐饭时光 24小时都会有 24小时 OK OK 一时都可以 对对对 好 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今年的2月15号 就是有松山高中的五位学生 他们因为订餐 没有按照规定写外食单 其实比较详细的情况应该是说 当天学生大概在10点多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外食单 不知道流程跑到哪里 因为那要经过学校 层层的核准 同学就觉得想说 那我就便宜行事 用过期的一个不识文件 然后就送到学务处去 结果就被校安学务创新的人所发现 那他们后来根据当时新闻稿的说法 因为这件事是在 我记得是在17号 2月17号建报 对 建报之后 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有把同学的脸 是有把它引去的 可是他们就在校门口拿了 五个牌子 里面有所谓的 不写外食单 请去自助餐 不写外食单 爱笑做到饭 所以是在校门口 前面拿牌子 看起来那个造势 应该是在校门口的附近 因为我看到后面的背景是校园内 所以应该是在校园 应该是校园的内部 但是详细的情形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因为这样子建报之后 就引发了一个争议 就是说有一个学生民权团体 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很像是古代的洗门风 其实这件事情之前五年前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等一下五年前在北市商有发生过一次 我带我把这个事情再详细的说一遍 那根据当时学校的说法 学校说这个是因为同学违规 没有按照程序来写外食单 那被学务处知道之后呢 他们跟老师讨论 我特别注意他们用讨论两个字 讨论说那我们就用一种比较新鲜 特别的方式来提醒同学 一定要写外食单 结果呢就因为有这样的疑虑 刚刚提到的 你要同学在公开的场合 拿着一个牌子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句子是 不写外食单别来读松山 对 那结果呢就引发了争议 那一建报之后 学校一开始我刚提过的 他们很强调这是 学生跟师长讨论的结果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行为 这是符合正向的教育意义的 结果呢 后来我们在21号 我们就发现新北市 台北市的教育局公告的调查的结果 因为像这种事情 都会进入所谓的校安通报 因为学校有所谓的负面新闻 一定要进行校安通报 因为我也曾经是校安通报的主角 那结果 台北市教育局的结果认为是 校方不当管教将督导改善 而且副局长他举出 学校在第一时间的发布的新闻稿 没有写好 他所谓的没有写好指的是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他后面讲说 纵使学生犯错应该给予处罚 但处罚的方式内容 应该符合教育的正向意义 来让学生了解过错 接着他就报纸就引述 陈副局长的说法 他说标语的内容一点教育意义都没有 这个是学校的第一个 第一时间学校的说法是说 这是同学讨论过是自愿的 OK 然后结果被质疑说 这就是洗门风 你就是公然羞辱 对不对 那接下来台北市教育局也公布了说 这个是的确是不当的管教 但是我又看到一个新闻有提到说 松山高中的学生会 学生会他们有表示意见 他们认为说 他们怎么说 学生会认为这是 举牌是校安中心人员提出的 不是学生自发性的活动 并且批评学校扭曲事实颠倒是非 还是最糟糕的身教 你说提出的部分 然后是扭曲是非是 他们并没有经过讨论吗 还是在认知上面的差别 因为这边我都是引找到网路的新闻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跟松山学生会 去进行一个所谓的查证的动作 不过其实我们在这边就已经看到 同外正新闻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查证其实是蛮重要的 我们会发现校方的新闻稿事实上是 第一个时间点认为说是自愿的 不是处罚 是宣导嘛 对不对 自发性的他强调说 并非处罚义无强迫 因为他们本来的规定是说 你们没有订外食 应该是说你们的外食 申请程序不符的话 是要做爱笑服务的 同学觉得不想做爱笑 其实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到底 到底所谓的爱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能不能够让学生真正的去深刻的反省自己犯的错误 因为现在已经规定了很多都是不能处罚 所以我们现在听起来的这个过程就是学生 他的确没有按照学校的规定去填 没有停外食单 然后可能不管是有没有讨论 或是至少他有一个程序 是学生跟学校这边 事实上是有一些互动 那互动的这个结果就是 这些学生拿着这个牌子 在学校这个可能是门口 或在这个里头去做举栏 那从某个角度来看 事实上他如果有一个讨论 那也是学生同意嘛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讨论的最后的形式 孟成路上面他其实也不是直接的处罚 而是一种枯手 可能对他讲的是枯手 或者觉得好玩 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那个什么罚战 但是我们用一种方法来进行宣导 那这个从不同角度来讲 好像也没有另外一个角度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渲染大波呢 OK 这个在管理所谓的管理上面 或所谓的管教上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会对讨论这件事 或说民主程序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很多学校在制定班规或校规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符合所谓的法定程序 或者他们以为说 我们有民主程序 我们有跟选讨论 他们认为讨论就好像是一种万灵丹 只要是讨论同意就可以 但是他引发了一个后果的是 所谓的我们对于你要求孩子在公开场所拿这样的标语 这是不是造成对他人性尊严的一种损伤 或许有些同学觉得 我觉得我不在乎啊 因为每个人对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他在公众之下被呈现出来 但是学校也说他们还有跟大家一起在那边照相啊 然后感觉是一种开心的笑 是 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的是一个社会的观感 我们的社会观感会认为 或者是我们现在教育的原则会认为这是一种 所谓的侵犯人格尊严的概念 等一下我会引用到包括教师法 包括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 这是教育部的法规命令都提到了 我们不能够去侵害学生的受教权 学习权 身体自主权跟人格尊严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从社会同龄认为说 这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伤害 那即使有些 出不定有些人觉得OK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取得社会最大的共识 这才是关键的一个点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那个讨论 讨论 我觉得那个讨论其实也许真的是讨论 可是里面有一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老师跟学生之间 其实是有某种类型的隐藏的权利的关系 权利不对的 没错 然后可能同学 老师可能真的觉得学生是跟你讨论 我也给同学充分的说的这个机会 可是同学可能会爱于你是老师 所以我就好吧 那我就听你的 对没错 其实有时候很难判断 没有办法都说是老师的不对 那个是同学自己他自己愿意的 还是可能真的有那个所谓的讨论的过程 也说不定 没错 管老师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权利不对等 师生观念的权 关系的权利不对等 所以后来的刚刚提到的那个学校订定教师辅导 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 教育部特别在里面后来有一个新增的规定 就是当老师在实施管教措施 如果学生有异议的时候 有不同意见 他可以提出来 那老师就应该立刻停止 这个办法是有这一句话的 而且如果今天家长要求学校说明 老师应该跟家长也就是所谓的法定代人 详细说明你这样子去管教学生的理由何在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 某种程度是 发现我们台湾的校园民主越来越进步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怎么可能去跟老师说 老师说我意义 我不认同你的触法 管教的方式 但是现在至少 这一点是呼应到儿童权利公约 因为儿童权利公约很强调所谓的儿校表义权 我今天表达意见告诉你说 老师我觉得你的触 你的这种管教方法我不能接受 那老师就应该倾听 然后就适时的停止 如果因为这避免未来 如果真的引发所谓的不但管教的时候 对 这就是这一个程序 那刚刚我有提到说 这件事情其实在五年前发生过 在2018年 北市商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女生 她因为眉毛稀疏 眉毛稀疏 她觉得这样子不太好看 于是她就画眉毛 结果学校有一个规定 就是服装衣容管理规定 说不可以化妆 不可以化妆 不可以化妆 对可是她进校门就被教官发现她化妆 这件事情大家可以上新闻去搜索 我只要打北市商化媒争议 或是北市商举牌 我刚刚在 我昨天就有去查了 从事物查了这个松山高中事件 我只要打松山高中举牌 就有40万笔的查询资料 哇 然后今天早上有36万笔的查询资料 嗯 那北市商这个的争议也是 他就是被学校罚站 写的是要穿校服守校规的牌子 然后当时还最近在上新闻 有上电子媒体 因为我在从事有关于 儿童权力公益的分享的时候 我总是会提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当时学校的说法说 他还说这是正向管教的一部分 嗯 而且 而且呢 他说这是同学也是一样 又是回到爱笑 违反服装衣容管理规定是做爱笑 然后同学说 在爱笑之间跟举牌 你选一个 我有让你选哦 嗯 一样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 经过讨论 经过民主程序的选择 就可以吗 结果呢 也是被认为是家长很生气 认为说我女儿 的人性尊严在那边 大大大就是被 很多同学这样看嘛 工人的践踏 那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就是 教育部早就已经指出 学校不可以用服装移容管理规定来作为惩罚 学生的依据 嗯 那显然台北市这种教育局它是没有follow到这个部分的 所以也就是他们还是有服装移容管理规定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这件事情后来也被台北市教育局有去纠正 就是你的是属于不断管教 因为不断管教的原因刚刚我提到就是说 他对于同学的人性尊严是有所伤害的 这是不疑的 然后你看现在我们又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可见现在学校的有关于学生的管理方面的方式 可能不管是老师或者是教官 或者是有些所谓的学务创新人员 他们的知能是不足的 这是我们觉得蛮悠行的 所以从这两个事情来看 就是某种程度上面他可能是有讨论 那讨论事实上就会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我可能也不敢讲 或者是在这一种文化底下 我从小就是对威权的一种恐惧 或者是一种害怕 那所以我如果讲了 我如果提出不同的意见 那当然他会有一些担心 会有一些后果嘛 求或算这样 对这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权利 就是我知道我可以跟老师说不吗 我可以提出异议吗 我可以去说出你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一种不当的吗 就是在高中的教育当中会先告知学生有这样一种基本的权利吗 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同学在受到学校的处罚的时候 或者是管教 其实我们现在会把管教 处罚跟体罚分得很清楚 体罚是绝对不行的 体罚就是我责令自己或是第三人 对我做一些身体上的不当的 比方说我们传统制造什么青蛙跳啦 交互蹲跳啦 那都不行 这已经是要是体罚的 那处罚是可以的 处罚是在我们学校订定教师辅导 与管教学生办法 注意事项里面他有提到所谓的正向管教的措施 比方我们以前叫做罚战 现在叫做战利反省 或是静坐反省 而且他规定一天只能够一次只能够一节课 然后一天累计不得超过两次 现在都规定非常的严谨 可是我要问的是到底学生知不知道 因为我敢这样子说 因为我去很多学校演讲过 到底有多少老师或教官或主任 曾经仔仔细细的把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 办法注意事项看过的 我告诉你很少 除非是公民老师 因为这个是学校校规跟班规的上位的法员 也就是你所有的校规班规是不能够抵触这个原则的 可是我们会发现比方说有些学校的校规 他还有甚至罚钱 罚钱这件事情就是在刚刚那个办法 注意事项里面 明白的告诉这是侵犯学生的财产权 如果今天老师都不知道 请问学生怎么可能知道 因为学生一定是要经过老师 除非说今天学生他很有自己的组件 很有想法 他会去查询相关的法规 他对法律有兴趣 否则其实如果公民老师又不讲 大家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进去学校里面不是都会发学生手册吗 学生手册里面是不是应该也应该要宰明这些东西 或者是公民课从高一就开始上吗 公民课 可是公民课的第一堂就应该来告诉大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错 像您刚刚提到这就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我记得我们一个伙伴 那他是佳琦高中的公民老师 应该是韩式吧 他就曾经在他的特色课程里面有操作过一次 就是他要高一的同学去检视学校的校规 到底这些校规哪些是跟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注意事项 他是有违背的目标 或者是说他去检视一下国中的校规跟高中有什么不同 因为教育部大概在六年前就已经曾经大幅度的要求学校 他是要求的是国立高中 所以国立高中都必须检视校规 只要有一些不合理的不合时宜的 或者是所谓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比方说以前有所谓的侮辱师长 国立师长这个帽子太大了 而且很抽象 他一定要很明确 比方说你用不当的言语顶撞 或者是对老师有进行肢体的冲突 这样子才几次 或者是说你经过劝导人不改善者 他就都用非常明确的次数样态 来定义你的行为才可以作为惩处的依据 那到底老师有没有说 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那您刚刚提到的学生手册 对以前都会发 可是后来呢 因为为了所谓的环保的理由 很多学校都用电子档 把学生手册放成电子档挂在学校网页 可是我相信 我上课曾经问过 我就说同学 你们有去看过的人举手 一个班不到五个 好就算说我现在发纸本 同学还是不会看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回过头 会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去法律的英语 叫做法律不保护让权力税少的人 同学自己都不在意 那当然你今天被惩罚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违法惩罚 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去申诉 你怎么去进行所谓后面的行政 救济的部分 我觉得蛮重要 就是刚刚特别谈到 就是法律到底是保障谁 那当然法律有可能是保障坏人 就是法律人 这是一个最基本常的 坏人不见得是代表是懂法律人 那是我们得要知道 懂自己基本的权益 基本的跟你有关的是法律 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高中公民 或是从中学的这些相关的课程 社会领域里头 他大概就应该要慢慢的 给大家这一些观念 我觉得这个其实衍生出来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加入到一个社群网站 然后一大堆的使用说明书 或是买一大堆的东西的时候 一些使用说明书 没有仔细看 我们也懒得看 或是觉得说我们便利就好 我们就赶快来去用它 那这其实有很多时候 权益的意志或是认识 恐怕都要从这些小小的事情当中 开始去了解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来请教周老师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例子上面 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可以值得 在讨论的地方 那过去我们常在讲说 学生跟军人其实都是属于 特别权利关系 所以没有这些人权 那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 整个人权教育开始做了一些调整 跟改变 这种观念还是存在的吗 或者是说 我想对很多老师来讲 这些高中生就很中二 中二就是很难管 很麻烦 那如果没有一套的机制的话 那我怎么去上课 我想很多老师 大概也会有类似感同身受的状况 那高中生是不是中二是一回事 可是老师怎么去面对这些学生 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好 一出就引发外界讨论 这是不是会损害到学生的尊严 不过校方也解释了 顾虑到学生的食安除余等规定 所以他们就规定说 在订购外食的时候 就必须要填外食单来申请 不过除非是有连带的不当行为 否则不会处罚 更强调这一回是学生的宣导发想 而并非是惩罚 午休时间 外送员拎着饮料 点心到学校 学生饮食想换的口味 定外食 各校都有不同规范 不过台北松山高中却传出 有学生一次是没有依照规定 填外食单 结果变成这样 五位学生拿举牌 标语写着不写外食单 别来读松山等字眼 画面一曝光 立刻引发讨论 没有遵守外食规定的学生 有一套既定的处理流程 比如说像是爱校服务 为什么学校这次不遵守 过去既有的流程 去跟学生去讨论说 用这样子其他 比较有争议性的方式 庆明鞋代发了当事学生的声明 指出确实是拿了旧的外食单 没有按程序走 校方提议要举牌示众 虽然有一点丢脸 但因为违规在先 只能妥协 不过校方也出面喊冤 跟校岸中心的师长来做讨论 他们提出了一个创意方向的方式 宣导的地点 宣导的时间 都是由这五个同学们 他们讨论出来的 所以整个过程 学生并没有被强迫这件事情 还有其他的学生认为 外食的申请流程很麻烦 如果因为另外食 就要面临这一种事情 感受确实不太好 校岸老师就提出了 就是在校门口取牌 大家都把它当笑话看 我不知道学生的心里会怎么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被羞辱到 可以给很多老师签名 写一堆有了没的东西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简化外食这个程序 像是比如说 可以办一个外食证这种东西 管教的措施 要考虑到学生的尊严 我们教育局会在针对 这样不当管教的措施 在督导学校改善 有学生表示 不赞同随意打破授规 但校方应该要思考 为何会有这一类的事件 希望可以对外食的规范 有更多讨论 而校方也回应表示 开放外食 还是会牵涉到食安 餐具回收 厨余等问题 所以订购外食还是要填单 不过外南也会持续检讨 记者曹彦俊 邱富财 特别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参赞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想参赞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云术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 现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东女中公民与社会科的老师 周慧彤周老师 周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 周老师从松山高中的争议 也谈到了北市上的争议 我们把这个事件稍微做了一些些的 这种讨论也看到 在这里面其实也存在一些 到底法规的知识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普及 意识是不是存在 以及当我们在面临到这种 私生权利关系的时候 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那其实我想要继续的再请教周老师 就是我们从不管是松山高中 或是北市上 甚至还有很多类似的 这些的一些例子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反映出一个 什么样的一种所谓的管理的心态 或什么样的教育的心态 以及教育上面所面临到的现实的问题呢 我觉得现在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的出现 应该去回过头来思考 到底我们现阶段的老师 在私资培育的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接受过 人权教育相关的知能的课程 我可以告诉各位是没有的 那如果今天这些老师 对于什么叫做法治 什么叫做法律正当程序 或者刚刚我们提到的 他一直认为说 我们有经过民主的讨论 这样就可以的话 他可能会误解 因为有时候民主反而是多数的暴力 或者是说今天在真的有经过校会讨论 可是到底学生代表 我们都知道过去学生是不能参加校会的 然后后来我们修改高级中文教育法之后 开放让学生可以参加校会 但是原来的比例大概一个学校只有 顶多是二到五位 然后在大概三年前 国教署再度修法 把学生代表在参加校会的比例提高到多少呢 8% 那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说 让同学觉得我今天在校会上 我们学生代表的人数稍微多一点 他会觉得这个环境似乎对我是友善的 我可能会比较敢发言 在以前只有我孤身一人的时候都是老师 有可能说实在 我们今天要孩子在公开场合起来讲话 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没有几个学生可以做到这样子 但是这是一个表达意见 让他练习什么是民主生活的开始 OK 那我们要怎么去从现在的老师去私培 做这样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这是要不要思考的 否则像是类似这种不当管教 或者是当这种负面新闻一再出现 那老师就有心态 好 那我就不管了 我就 就是摆烂就不管了 一定是两种心态嘛 除非今天是学务人员 因为我现在刚好接任学务主任了 我就发现说有些老师的确他为了怕惹麻烦上身 他其实他不太愿意管教学生 甚至包括现在连学校的教官也是 我们会觉得教官好像很严格 现在我们的教官都好言相劝 但是因为我们要规定不能够提罚 只能正向管教 所以现在学校几乎在管理学生上的 有些老师认为武器真的太少了 对 那我们也不敢去做过分的一些要求 所以说 那另外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在109年 新北市有一个高中 他有一个老师在班规上订定叫做五五酷刑 那这个五五酷刑后来被发现 55条班规里面 因为这个建报之后 当时该校的学务主任也说 这个是老师跟班上同学经过民主讨论的 可是讨论过后 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监察委员叶大华他调查之后 发现总共有24条班规 涉及到侵害人格权 五条班规侵害到学习权 四条班规一是涉及提拔 还有对于财产权的侵害 就是罚钱嘛 你作业没有叫要罚钱 所以他说到里面有提到的 违反了禁止提拔 性别评整原则 还有跟教育基本法 以及刚刚讲到那个注意事项是抵触的 那这就是又凸显是刚刚我说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老师的知能不足 第二个就是以为我跟同学讨论就没事 可是你跟同学讨论的结果 如果抵触了教师法跟管教主义事项 事实上也是有违法的 也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个上限 他还是一个上位的法规 所以你跟同学讨论 至少有上位的法规 是做某种的规范跟某种的讨论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会不会真的就算 我在这个上位 但是我觉得这个上位的标准 恐怕没有办法解决 我在管理上面 或是班上秩序的问题 那我又没有办法超越这个上位 一旦超越这个上位 我就可能会被处罚 然后电厂还会来找我 那真的很麻烦 那怎么办 就是他可能会命令到一群 所谓的这些学生 他可能不知道 因为所谓的中俄好了 或是有一些各种不同意见的学生 那怎么办 我觉得回到一个现实上面 这个问题还是要去解决 其实我们当不是说学生都是中俄 而是说他本来就会有不同意见 因为就算大家都很热情的讨论 或是很认真的讨论 民主社会要做一个意见的协调者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吧 是 其实最近这几年 有关于脑神经的研究 非常的发达 那我们会知道 我们常常过去都说 青少年就是所谓的叛逆期 叛逆期 他为什么容易冲动 他为什么叛逆 其实现在根据脑神经的科学的发展 证实了 因为青少年阶段 他的管控情绪的性人和 跟海马回是还没有发育完成 他不像我们大人 可以用理智脑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做 可是他现在就是很中二 他就是很容易冲动 可是那是因为他脑内的荷蒙失衡的关系 我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少老师知道的 因为像现在很强调所谓的情绪管理这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的确在高中阶段 会发生这种不但管教的比例 是比国中明显来的比较低 因为国中生的不可控制性更高 那像我自己在女校服务 相对我会跟其他同业在讨论 我们女校的学生真的是比较温良公减让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您刚提到的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 我们刚刚我们以前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的威权感还是蛮尊敬的 所以老师说什么基本上尤其是在教育 就是比方说国小学生是应该是对听老师的话的 然后慢慢慢慢他才会觉得我有自主性 老师讲的 这是很好的一个发展 对没有错 那刚刚提到的特别权力关系就是 这是德国的法学理论 他提到说有四种人 他基于某些特定的管理或者是营造物的关系 他是他的有上对下很明显的服从性 比方说军人 学生 公务员 跟囚犯 那这四种人如果你在宪法上的权力受到侵害 你是可以透过行政内部的宿院管道 你宿院完让你申诉完之后呢 很抱歉你是不可以透过法院的行政诉讼去 争取你的权利的 过去这些是受限的 可是在大法官的四字 三八二号 这是民国八十四年六月份公布的 四字三百八十二号解释 因为有一个学生 他被退学了 他被退学的这个处分呢 宿院结果被驳回 后来呢 他打行政诉讼不被接受 那因为我们现在规定就是如果你在宪法上的权利 你穷尽各种管道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你满意的答案你可以是打你可是可以申请大法官视线 所以三八二大法官视线就说像类似这种退学是影响到他的受教权 因为身份被改变了 既然身份被改变 你如果不服的话 你不服是可以提高到法院 因为法院作为一个解决社会争议的机制 它是我们认定法定院会是公立的第三者 因为行政机关你的上署会认为说你这样处理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三八二号是很明确的告诉你 只要是身份改变就可以 即使这四种人身份改变 其实最重要是要保障学生 学生的身份被改变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行政救济 然后一直到了100年 又有一个新的案例 这个新的案例是有一个大学生 他不是被退学 他只是被寄过 那他就不服先宿院 也是被驳回 被驳回完之后 他又打行政诉讼 结果很抱歉法院不受理 结果这时候100年 从84年到100年 我们的大法官的思维就非常进步了 他在解释文里面提到说 大学对学生所做的行政处分 或其他公权力措施 只要侵犯到学生的基本权 就算不是属于退学或类似的处分 本于宪法第16条 有权力就有救济的精神 学生是可以提起行政征送的 也就是他可以打官司 这是684 100年 已经进步了 对不对 但是当时的一个结果 他是忽略了谁 忽略了高中生 所以在108年的10月 4至784号 多了100号 他的标题写 各级学校学生的行政征送权案 他就开放让高中以下的学生 即使连纪过 因为最早我们是说要身份改变 再来第二次是大学生受到纪过类似的处分 可以行政征送 然后最后一个是开放到高中以下也可以 那你会问说 那高中生如果他到底谁要听他带 就是他的所谓的法定代言 对 如果觉得学校的计过处分不合理 那他是可以透过宿院管道 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他是可以透过行政征送 也就是到我们打行政审讯 宪法官司等等 不是宪法官司 是应该是讲 他可以到行政法院提起行政征送权 对对对 也就是控告学校啦 控告教育部啦 嗯 是 嗯 所以最近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看到这个 从法律来看也好 或者是从一个教育系统来看 好的对于所谓的学生的人权 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 我们成长年代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 然后就像所谓的军人 或者是公务员 或者刚刚谈到的这些犯人之间 他们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人权的 或是权力的保障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 看到是一个进步 但是回到一个刚刚谈到的一个现实 就是说 人权教育很重要 工学生的这种所谓的人权教人权的本身的保障也很重要 可是在现实上面我们还是看到了类似的状况 它还是不断的发生 那这个不断发生到底它的问题在哪里 它的人权教育的或者是人权保障的困难又是什么 那又应该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在教学现场 当这些案件不断的出现的时候 老师就会投鼠即弃 我不太敢去管教学生 我怕万一哪一天我就不小心踩到红线怎么办 然后又上报了 对 没错 那所以这件事情在四字七八四里面 大法官的最后结语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今天如果发生了有关于管教上的行政处分的争议 其实法院应该高度尊重学校的专业 也就是他如果属于低层度的侵害 法院是不宜介入的 低层度的侵害 那什么是低层度的侵害呢 比方说之前发生过一个花莲高中的学生 他因为升旗 因为后来教育部他有提到说 我们升旗的时间 以前是都可能一周要几次 现在规定就是每周最多就是一次 结果他就是故意不到 因为我们升旗的时间叫做非学习时数 他是可以不到的 那不到你又对他说实在 你对他没有法则 你顶多只能正向管教 请他来做爱校服务 就这学生爱校他也不来 他不来之后学校就用一个什么 学校有规定 爱校服务无理由 三次不到 我就记警告一次 他就被记警告了 他被记警告之后 他就开始打 宿院被驳回 行政诉讼 被驳回 被驳回之后 刚好透过行政 刚好是四字七八字公布了 他又再告一次 结果他一审的时候 一审的时候 高等行政法院是判他胜诉的 可是他后来是判他胜诉 可是学校这时候有去提 再提一次 那在最高行政法院是认为他是败诉 认为他败诉的理由是因为 刚刚提到 这是学校管理之必要 并没有造成重大的侵害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怎么去跟学生透过 又要回到讨论 第一个就是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老师是不是真的能够去 放下你的权威感 你放下身段去和学生平等的对话 这个平等对话说 你现在违规了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 透过比较好的方式来改善这个行为 因为我们在刚刚讲到那个注意事项 那个注意事项里面有提到教师在辅导管教学生的一个很重要 就是减少他的不当行为的产生 只是说现在 说实在的教育部定的那个正向管教措施的办法 真的也有一点点弱 就造成你刚刚提到的 如果真的有遇到一些中二的学生 比较不服管教的 那可能老师他就会觉得疲于分泌 或者现在有一个状况出现了 之前还规定说 因为儿童权力公约有保障学生的游戏权跟休息权 所以你都可以在下课的时间处罚学生 你不可以在下课的时间去管教学生 那老师就头大了 那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管教 我上课不能管教你 因为那是你的受教权 对不对 那下课又侵犯你的游戏权 所以现在老师就很头大 到底该怎么办 那我每次去演讲 老师我遇到这个问题 比方说国中生常常发生作业不教 作业不教很频繁 你教他发血 他还是不教 你教了你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很简单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作业不教 你一定有个作业缴交的办法 平时分出几分 对不对 你就可以记录说 你可以写通知家长 有规则是在先前就告知 没错 你没有教 你就平时这一项就没有分数 那这个只要先跟老师讲好 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 包括说发血 现在也不叫发血 现在叫做什么呢 现在叫做书面 书面自行 对 那不是换汤不换药吗 但是你不能强迫他 你不能强迫他写 他可以说我有拒绝写的权利 这个国教署来公文 你不能够叫他写 书面自行 他可以要求说我不要写 但是书面自行通常是要跟他违规的行为有关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我们学校前一阵子同学一直请假预期 因为我们规定一定要五天内请假 并假五天内请假 结果他11月 1月份的时候他给我送12月份的假单 我说小姐这个12月份的假单 你现在可以请吗 我说你如果我们的校请假办法写五天之内 那你现在过期了 我说老师也不为难你了 这样好了你既然对请假规则不清楚 那请你 请你撰写 本校请假规则三次 然后老师就通融你让你可以补清 但是我今天如果我跟他说你预期请假 如果你给我抄心经100遍 或者抄玫瑰经20次 那就跟你他所犯的内容是无关 这样子的处罚的目的跟手段跟他的内容不相符 因为我现在是请假预期嘛 所以我请你抄请假规则三遍 这是合乎比例原则 我没有叫他抄100遍啊 那这样子的话同学经过讨论 我觉得也不会有违法的疑虑 就是说老师在执行管教方法要特别的小心 我想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法律上面或是相关办法 最近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偏向 或是朝向这个所谓的人权保障 学生权益保障这样的一个发展 但是实际上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类似的问题是常常会发生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法规应该要告知 不管是告知老师或是告知学生 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这些 不管是知识或是意识之外 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态度 就是一个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学生的态度 我们到底在一个教学现场 作为一个老师 他有没有可能在一种平等互动 尊重彼此的状况底下 然后学习 而且这个学习对我来讲 可能是用共同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可能得根本才是一个 更根本的去处理的方法 解决方法 虽然他可能会稍微漫长一点 今天非常谢谢周慧彤周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现场的过程 当教育过程 他可能面临到什么问题 那崇山高中的这个事件 他可能不是一个 纯粹的这个学校问题 可能是一个隐藏在很多的学校 都会有类似的状况 我们谢谢周老师 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关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